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市長 我請林次長 請林次長 次長 第一個問題 教育部 有沒有帶頭為華 這個 18% 優惠的 這個增加 優惠存款部分 這個脫跑 不尊重 大法官會議 有關 本事項應該由 法律定資 應該要等法律 修正完畢後 由法員 再來進行 18%增加存款 的部分 你們 為什麼要帶頭違法 我們沒有帶頭違法 修法是個方向 這是一個歷史的 延續包袱 所以這個不 我在這邊跟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判 都肯定我們的公保 又會存款 以行政規則來定定 並沒有違反 大法官會議 市長 大法官會議 614號解釋 說得很清楚 有關 本事項應該是應該要 等這個 要用法律來 這個定定的 那現在啊 公務人員退休法 已經修正了 你教育部為什麼急著 要再還沒有 修正 今天我們要審的 老師教師的這個 退休的條例 為什麼不等這個條例 修法完畢以後 你再來調整整個這個 優惠存款的這個額度呢 為什麼呢 你還在 99年就是去年的12月 30號 以部長吳清姬之名發佈 一個公文 發佈一個公文 裡面啊 還這個給 某一位 這個老師 退休的老師 說啊 說自民國一百年一月一號以後啊 公保這個給付 辦法優存的這個金額 已經有所增加 所以呢 啊 你就趕快去辦吧 你就趕快去辦吧 所有18%的問題 通通應該要回歸法制 大法官會議講的這麼清楚 應該以法律定之 公務人員的退休 優存的部分 18%的部分啊 已經修法完畢 所以他們怎麼樣去執行啊 都是國會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 現在 教職人員 老師的部分啊 我們還在審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還沒有完成修法 你們就趕快 趕快去做這個行政命令 然後趕快去發布這個公文 通知所有的人 趕快去補存 18%的優惠存款啊 可以增加的那個部分 有人情價多少 三十萬五十萬的耶 去存三十萬五十萬 你是要一年 他要多拿多少 這個優存的這個利息補貼啊 你知道嗎 你們為什麼要帶頭違法呢 你們為什麼不等這個法律修正完畢後再來做呢 很多的措施政策 有它的延續性 什麼延續性你告訴我 什麼延續性 因為那個退休年金來講的話 從過去 還沒有修法你就用限制嘛 但是齁 他本身的那個作業過程來講 有它的延續性 什麼作業過程 我們並沒有違反 事實上剛才談到六百一四 那個法文條文來講的話 他有特別提到 那就不需要修法啦 不是 不需要修法啦 修法是未來的方向 所以沒有修法你們還是照幹 不是 但是在目前因為過渡時期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要用這個方式 誰跟你過渡啊 很多政策有它的延續性 你是執政過渡嗎 是過渡的執政過渡時期嗎 我們國家這個時候還有什麼過渡時期 這個部分齁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你們為什麼要帶頭違法 你給我一個答案 我們並沒有違反代法 我們九十五年那時候 也是按照職權命令來實施啊 到目前也是一樣啊 那你為什麼不 為什麼急著要這個時候做呢 公務人員歸公務人員 人家已經有法的依據 學校老師 學校老師 有學校老師 法的依律 的依據 對不對 你如果說啊 立法 修正只是一個方向的話 那我們 欸 主席啊 你跟我們爭校的齁 沒有立法他們也是照幹 沒有立法你也是照幹 那你來立法合法幹什麼 你很爭校的齁 我跟李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法已經在九十九年五月十四號 送到大院去了 你送過來還沒有通過啊 你以為送過來就可以幹啊 不是這樣 因為整個政策啊 有它的連續性 而且跟著大法官的解釋來講啊 並沒有 跟原則沒有相違 你不要這個樣子嘛 你這個樣子 就是在羞辱國會你知道嗎 我們不敢 我看你們心裡面 根本就看不起國會了 不會 你們以為行政院院會通過了以後啊 國會反正就要照單全收了 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沒有這種想法 你們要不要收回 你們已經發布出去的 偷跑 帶頭違法的公文 要不要收回 所有的現在 去補辦什麼 憂存增加的部分 全部停止 等法律通過以後再說 好不好 這個部分啊 我們也是延續九十五年二十六號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所延續的一個 你亂講 你根本 剛修正完畢 用修正新的 新的行政命令 然後增加這個憂存的這個比例 憂存的這個部分 九十五年那時候也是先修正啊 你們實在是齁 如果不需要立法 你們就可以這樣做 根本就不要來立法了嘛 我們事實上已經法案已經送到貴宴了 大院來了 九十五年五月十四號已經送來了 太蠻橫了 行政太傲慢了 我們不會這樣 行政太傲慢了 修這個 如果我們 像這種情況啊 還在這邊立法的話 等於是在自我踐踏 你知道嗎 你們要先停 先停這個違法的行政命令 先停這個違法的公文 把脫跑的部分啊 全部 停掉以後啊 我們來修 才有立法的尊嚴啊 這個部分因為牽制到 我們要幾個是一回事嘛 我們要有法的依據嘛 你們沒有法的依據 到後說那個 說得這麼清楚 我們主席還給我一個小鈔 俊義兄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三款 第二款規定 關於人民權利義務者 應以法律頂之 教育部顯然有違法之嫌啊 但是我們呢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都肯定我們這個措施並沒有違反 你意思叫我跟你修過就對了 還不再去看看意思就對了 你說啊 我是在解釋 去過嘛去過 你在幹什麼 我們這個監督啊 簡直就完全喪失了 沒有監督錢了 沒有我在解釋 委員的質詢 第二個問題 現在地方政府啊 應負擔 18%優存利 存款利息 的這個差額部分 現在 1% 現在 地方政府 積欠的 每年應該 六月要 結清的 那沒有結清 積欠的 到現在為止 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報告 我跟你講啦 到 2009年 現在是 2011 我們算到2010就好 一年還沒有寄進去啦 就高達 405億 地方政府 因為 18% 優存 利息的那個 差額 由 地方政府來負擔的部分 到現在 累積到現在 高達 四百零五億 我這 我最想的就是一個事情啦 健保啦 地方政府應付的健保比例啦 當初也欠了幾百億啦 搞到最後立法院還要通過一個修法啦 說中央全額來吸收地方政府的這個差額啦 你是不是也要我們立法院修法 然後幫這些地方政府四百零五億 十八趴利息的這個差額他們應付到的部分 由中央來全額吸收啊 我們從那個過去啊 我們大概 從九十三年 我們每年都有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老師的退稅 你先告訴我 現在欠多少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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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府基金 不是一個 哪一位 什麼 副主委嗎 來了嗎 還沒有來啊 來了 那個 那個 公務員 退府基金管理委員會 蔡副主委 蔡副主委 副主委 到底地方政府現在積欠多少錢啦 欠多少啦 跟立委員報告 因為退府基金是負責營運 這一部分的話 那個地方 又又找不對人啦 到底我們是在什麼什麼法論 我是來搞不懂 到底現在地方政府 應付而未付 積欠的到底多少啦 你說我聽什麼 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啦 市長 你來回答吧 你知不知道 這部分不是 不是很清楚 那就不要回答 誰清楚啦 那個 這個是 這個是 審計部公佈 到2009年的這個資料 審計部喔 呃 呃 呃 這個 目前 到98年底 那個 地方政府 積欠的 我說2009年這個審計部公佈之後 你就不要講 現在我要的是最新的這個資料到底欠多少啦 剛剛 剛剛講2009到98年底嘛 這是最新的 就是405億 可是最近又還了一次 剩下370幾億 那這些錢怎麼辦 這些錢 就欠在那邊 這些錢是歷年 從 我們有這個 又會 就累積 累積下來的嗎 那累積下來 這將近400億 啊 將近400億 你說300多少 370幾億 370幾億 各縣市的這個金額報告一下好不好 台北市欠多少 台北市現在剩十幾億吧 我記得 多少 11億多 高雄市呢 高雄市是100 我記得是100 100億 台北縣呢 台北縣是八十幾億 八十幾億 我們台南縣呢 台南縣也是七八十億 也是八十億 對 台中呢 胡志強那邊呢 台中市沒有欠 台中市沒欠 奇怪 2009 這邊的記錄 光台中縣就二十七億 三十億 台中縣 我講的是原來的台中市 原來的台中市 是真的每年都是年底就還錢 就沒有欠過 那現在他們欠台中縣的部分 這就是台中縣的部分 三十億 啊 這些錢到底要怎麼辦啊 目前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跟台銀 還有跟各縣市政府都已經積極在洽談 大家已經都簽好合約 有一個定期十年期間平均還款的措施 那這個就跟健保 基欠這個保費一樣嘛 對不對 你的處理就要跟健保 基欠保費一樣嘛 這樣比較公平 比較公平 全部中央來吸收 好不好 健保 健保現在都由中央吸收啊 現在地方政府欠的這個優退 優惠存款 利息的這將近四百億 全部由中央來吸收好不好 這個錢現在是一定要讓地方政府付錢 為什麼 是地方政府積欠的錢 就要地方政府 動搓石建保 也這樣啊 我說這個地圓政府欠 你怎麼叫中央買單 馬總統來幫馬市長清這個屁股債 不是 八委員 這個是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下 應該由地方政府付錢的裁員 講講這個齁 講到就演戲啦 你們就是 年軟角差很多啦 今天這條錢 如果國民黨的比較多 你就趕快就中央處理掉 這個就是讓我們人民覺得 你們的執政是偏差的 教育次長齁 最後一個問題齁 我請問你啦齁 現在你們 發布的這個新的什麼優存 增加啦 通知人家來增加三十萬五十萬這樣子齁 搞了半天啦 到底啦齁 到底啦 明年度啦齁 你告訴我這個數字就好了 民國一百年就今年度啦齁 到底你要多增加多少 這個優退的支出啊 我們齁 一年我們算夠 我們一年大概要增加五千萬 可能嗎 那麼少嗎 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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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只有算你們的部分吧 地方政府的都沒有算吧 對 啊 你只算你們自己的部分吧 地方政府的咧 地方政府跟你們的比例 你知道嗎 國中小 國中小都是地方政府的咧 嘿 國中小都是地方政府咧 你中央政府 你教育部哪一個主管小學 哪一個小學跟國中都是 是由你教育部來主管的 你告訴我 告訴我現在告訴我 都大部分 都也是地方政府的 欸 你說沒有啦 我們付錢沒有多啦 一年就五千萬而已啦 啊你知道地方政府要負擔多少嗎 二十倍三十倍咧 對不對 現在四百個就信不出來了 你現在說沒有喔 又增加喔 又落下去喔 多存一些喔 不只違法 而且造成啊 地方根本要破產啊 地方政府要破產啊 你們這個是在幹什麼 你們這個政策 啊 真的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啊 我不知道你們的執政心態 是怎麼回事啦 好不好 這個案子暫停 除非他們 停止違法的行為 啊 帶頭違法的行為要先停止 否則這個案子 絕對不能審 我們是依法行事 好 好 好 請回